兄弟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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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骇客生存终于更新了 然后我的手表成功的从小天才电话手表变成了语音暴时老年人大屏幕电子手表 看来我的全息投影大轮盘要等待手表升级之后才能再次使用了 现在是一代 不出意外之前的功能都是三代的 然后这次的任务系统得到了大更新 它更像个世界任务 需要击败第一个boss才能前往下一个boss点 不过最离谱的就是我们的第一个任务居然是击败凯文的诗补像 直接追踪一下吧 OK 导航条已经显示出来了 离我有一千多米 也不算太远是吧 虽然小时候看过原著 但是过去这么多年也忘的差不多了 据说这个十步像是个究极缝合怪 融合了一大堆外星英雄的特点 可以释放很多技能 估计它都能和魔甲斯碰一碰了 然后有很多小伙伴问我 为什么飞行不用火焰人或滑翔金刚 他们飞行都是个技能 太消耗电量了 所以还不如用直接可以飞行的小影影了 应该就是这儿了吧 只不过我没看到十步像却发现了凯文的超能兽 给你个大嘴巴了 哎 没打着 算了 我还是换个比较赖皮的英雄吧 火翔金刚 这个大苍蝇可不是一般的恶心啊 它可以吐毒液 接触到的生物会受到持续伤害 只不过它的效果貌似不太好啊 而且这个技能cd还贼炒 那就只能这样了 有句话说的好 高打低 打啥 嘿嘿 打不到吧 气不气 来呀 抓我呀 不是 它居然还有这种技能 那就只能触动钻石战神了 它啥子情况哦 十不像生成了 然后凯文的超能兽牌在 两个凯文 叫你刚才那么嚣张 看我碧豆霞如何教你做人 啊 非常的舒坦 次我救他喽 貴様大 哎呦哎呦 我怎么感觉他比我还搞呢 没有超巨人做底牌 确实有点啪啪 也和他打了好几个回合 怎么感觉他就是个傻大个呢 完全不还手啊 你看看 一点反应没有 激光射线 动住 不许走 火星大力拳 好像都没什么用呢 这小子也太皮糙肉厚了 哦 对了兄弟们想几件事 看都没有 不用我多说了哈 懂懂懂 俗话说的好 功夫再高也怕菜刀 我这个斧子比菜刀还猛 双倍害怕 而且自带破伤风buff 你看看这速度 比那些花里胡哨的技能快多了 我直接堵墙角揍他 不愧是傻大个哈 完全不还手 nice 哎 还掉了个东西 外星生物线索讯息 应该是小骑兵的吧 哎 果然是盖文星人的佼佼者 传说中超能力的创造者 按照他下面的说法 使用线索讯息就可以解锁任务实践 那我之前获得穿希尔人这个 都不能随便用了吧 说不准是第几个任务 别再弄出bug了 这么危险的东西 我还是放进背包里吧 来 直接把下一任务解锁了 危机事件 创造者之谜 OK 距离我1500米 还行 这次我用火焰人飞吧 看看在能量消耗完之前 能否飞到 应该就是这了 只不过这小子在哪呢 此时他就在这 实在是太小了 我完全没有发现 哎呀 在这藏着呢 你说他这小体格他出来干啥呀 还没我逼孔大的 奖励 每击败一次外星生物boss 可以领起一枚能量核心 奖励可叠加 刚才正好击败了两个凯文 可直接领取 然后我们想要解锁下一任务 需要获得一个基因因子 然后交给他 这玩意还不知道如何获得 知道的小伙伴可以在评论区说一下哈 至于这能量核心 一个可以增加600能量点 不错呀 我现在是5级 询完不得直接6级了 OK 6级后我记得还可以解锁几个外星英雄 比如震天雷 霸尸娃 帝夺 帝夺 上级呢就需要继续升级超能仪 还有几个需要对应的基因因子 那倒是后话了 还需要继续看呢